大家好 網站在下面 正在下雨 拍不到這麼多東西 現在是這個 18年 18年的8月10號 星期五 兩點半冷咒 只有一個G字 後面這個 就賣了 剛剛賣了 前髮一放過來很快就賣了 這個就是紅磡 這裡的德文街 我記住這個 有個醫務所 36-60號 F 黃埔新村 W-Z 座 地下5H埔 建築面積485呎 買了大概3000萬 這個西伊 這個劉俊燕 這個西伊 這個叫做 鄭信家庭醫學會 我在這裡說的時候 在這裡轉向給你 看看後面 租金大概50萬元 回報大概是2厘左右的回報 德克支持 你先看看後面 我走過去給你看看 正在下雨 我們走過去看真點 就是這個位置 叫做什麼 紅磡的暴行街 黃埔這一頭 那邊呢 那邊呢 全部都是暴行街 這裡轉過來 外面這個毛湖街 右轉右 就是黃埔新村 黃埔花園 就是劉俊燕的醫生 這個門面 這裡滿闊 大概11呎 10呎11呎 心應該大概35呎 建築面積400多呎 世界面積大概350呎 左右 在這一間 我找了東西 讓你安裝一下裡面的樣子 剛剛有東西 先安裝一下裡面的東西 好 只有一個知智 這邊的時候 出來這邊的人 就很多人了 出來這邊的時候 就是毛湖街 很快就賣了 因為這個位置也算做 不過想像中進入了這個行 那邊就是黃埔 之後這一邊是毛湖街 這一邊都是很旺 很罪人的 什麼柳王永茂 之後過來這一邊的時候 就是這一間的醫務所 剛剛這句行證 就很多人出外 出來搭巴士 搭車 什麼都好 就是這個聖遜家庭醫務所 租金5萬元 每個人都說租金嚴重偏低 怎樣潛進3厘回報 這樣那樣 但anyway 你算一算數 不是那樣的話 如果3千萬 就2厘回報 這個位置 3千萬這個位置 就是不便宜 不便宜 但是黃埔 這裡的店舖是很貴的 德文家的店舖 很貴很貴 那出來這邊的時候 那些人就說 什麼暴行街 這間店舖也是很貴的 這裡 穿回黃埔那邊 有些什麼大家樂 魚米很多地產公司 眼鏡88 出發那邊 你得個資質 這個位置 我覺得3千萬 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我不覺得很貴 但又不覺得是便宜 這樣便宜 但是 要買出去有沒有錢 賺長一點 OK的 但黃埔這邊的時候 就沖了地鐵站之後 人流都OK的 但是 這個位置本身都黃 因為黏著是黃埔那邊 黃埔新村都黃 這裏是黃埔新村 右手邊 進去大那邊 就是黃埔花園 都漂亮的位置 恭喜買家 要給我一個分數 五分位 因為黃埔沒什麼選擇 好 再次恭喜買家 這間好東西來的 物以罕為貴 這裏沒有報買